大鍋菜鋪滿豆皮和蔬菜 加入大量的沙茶醬攪拌 這是嘉義一間砂鍋魚頭的招牌料理 但卻被爆料 廣告不實 有民眾買了砂鍋魚頭真空包 怒烘 廣網標示和食品不符 看看官網標示 特大份砂鍋魚頭含特大魚頭一塊 魚肉兩包 一共480公克 但消費者收到貨 實際秤重355克 整整落差125克 店家遭烘 廣告不實 他就是差在跟我們打成兩包 但是我們就沒有花絕 收到消費者抱怨 老闆也願意補送魚肉 答應再補五包 但消費者收到之後 質疑一包魚肉原本三塊 卻只補了一塊 但我們兩包魚肉也沒有說 一包幾塊 就他的認知問題嘛 網友看到抱怨文 回應刷整排 最後補的一包一塊 感覺誠意好薄弱 標示不清 去檢舉 這樣的生意人 感覺有點無法信任 要不要就是 他幾戶的義務 不可以低於廣告的內容 有沒有廣告不實還要釐清 但原本魚肉355公克 加上後來補的魚肉70公克 距離官網標示的480公克 還差了55公克 雖然購買真空包裝食品難免有落差 但這落差似乎太大 也難怪讓原本抱怨這一餐買的不爽快 只有侯公黃世瑜 這一波到